神话、神权和王权 因为这三者的联系实在是太大了 这种之间的联系超过了任何一个国民 也超过了任何一个我们所知道的后来的国家 那么我们来看 第一个我想说 埃及的神话是无所不在的 那么它的神话 我们知道所有的国民它都有神话 也就是口头相传的这些东西都是神话故事 埃及的文明本来就很早 它的神话因此都保留下来了 不是都,大量的保留下来了 然后呢,又因为王权跟神话之间这种联系 法老从生到死都有神来保护它 法老也是神 王权就是神权,神权就是王权 所以就强化了这种神话 然后它的建筑又是什么呢 它的建筑都是石头建的 然后呢,上面的浮雕 然后壁画 帝王古那些牧师的壁画 然后呢,到处你都可以看到神话 又因为它的建筑,它这种神话越发得到了强化 所以这种故事在别的地方是很少看到的 昨天我讲印度,印度神话的确是对婆罗门教 对这个后来印度教影响都非常大 也是很大很大的 可是它的演变是比较多的 可是埃及呢,这个就是神话和这个神话就是宗教 几乎跟宗教等同 那宗教里边呢,就是这个王权和神权是一回事 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大家看,这是拉克索这一带 这是卡纳克神庙 这是这个拉克索神庙 这是在尼罗河的东边 这些神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些神话 那然后呢,从卡纳克神庙 到拉克索神庙中间的长长的神道 世上人面的那个,神道 他举行大的祭祀活动 要抬着神从这边一直到这边 那么,也其实涉及神话故事 然后你看,这是拉克索斯二世的神庙 其实这一片都是神庙 其实这些神庙也叫藏祭庙 就是这些法老呀 给自己修的一些藏祭祭祀他们的地方 这边也有拉克索斯二世修的 这边也有拉克索斯二世修的 可是他是在阿农神的神殿 这种大规模神殿里 他修建了其中一部分 但是这些呢 就是祭祀他的神殿 就专门为他一个人修的 那么其他法老也都有 然后呢,这边就是什么呢 帝王谷,这就是这些王后谷 帝王死了就埋在这里 王后死了就埋在这里 那这里边有木道,木室 上面也都是神话 所以神话你是在埃及 是到处可以碰到的 所以大家看 你看这是拉克索斯庙 今天你所能看到的门面 然后恢复他原貌是这个样子 上边有这么多神话故事 当然,他这个塔门上面修的主要的故事 还是罗美斯斯二世 因为罗美斯斯二世是修的 他打败西台帝国的这样一个画面 宣传他自己的画面 但是这个正中间呢 这上面都是神和法老的故事 然后大家再看 你看,这就是卡纳克神殿 一百三十四个巨柱 这个柱子有多大 你看人在里边有多小 这个柱子的 它的直径啊 大过这个柱子与柱子之间的空间 对 所以以前的上边是有顶部的 上面还有好多东西 恢复原貌是这样的 然后呢 你走到这里边 阳光穿涉进去 你就是一种神秘装正的感觉 就进到一个神的世界里 所以你去这个 大家去巴捞克的那些教堂 对吧 去那个哥德式教堂 如果你不相信这个宗教 你进去以后 如果你是个中世纪的人 你一进去就信了 太壮观了 你还有什么反抗的余力吗 没有了 所以那就是宣传他们 这个法老这个权力神圣的地方 他们的权力是绝对神圣的 而这上面恢复原貌 这上面所有的故事 你看 有很多都是什么呢 神 神和法老的故事 所以他是无所不在的 今天没有这么绚烂了 可是好多 上面还一夕可以看到 你看 如果你去这些帝王谷 这些木道 上面都是神和法老的故事 这里边 法老的故事更多 因为法老 他是不想死的嘛 他还想活着 他想永远拥有权力 那就是这些神来迎接他 什么给他安排 怎么样给他这个生命之福 给他未来 然后你看 这个 你看多少神 你看这是眼镜蛇 这是什么 这就是神 这就是神 这是什么神 等会儿我们大家就看到了 你看 长着狼的头部 狐狼的头部 以后我们都看到了 神是无所不在 神话是无所不在的 那么这些神话 实在是太多了 大的来分 主要是这几个地方 一个是蒙菲斯 就是古王国时期的首都 一个是李蒙菲斯不远 其实今天这个 荷里奥波利斯 荷里奥波利斯 这个荷里奥波利斯 其实就在开罗这个城区的里边了 它过去是一个宗教中心 就相当于奥林匹克 奥林匹克山 是希腊宗教的一个中心一样 那么它这里边有一个九个主要的神 叫九柱神 也就是我们说九大神之 还有一个蒙菲斯 你看 这里边有个八元神 这个八元神 跟我们路上所看到的东西 关系不大 我们今天就不多说了 八元神里边有个阿蒙神 阿蒙神后来成为 迪比斯三神里的主神 所谓迪比斯 就是中王国迁都这里以后 那这里的神当然就重要起来了 重要起来了 那么就是阿蒙神呢 就变成了太阳神 太阳神 后边我们会看到这些神 那太阳神 它的太太就是穆特 然后他们的儿子就是控子 然后他们三个 就夫妻加儿子 就是迪比斯三神 这里边我们特别注意到阿蒙神 因为随着迁都到这里来 阿蒙神他本来是地方神 他本来也是八元神里边的一个神 他的地位就变得很崇高 那另外 孟非斯这里边也有很多神话故事 但是后来他衰落了以后 他剩下了一个创世神 叫普塔 所以我们会在埃及法老里看到很多 法老 他的名字里边有个拉 就是拉 就是他们的太阳神 这个九大神 这个九祖神里边 九祖神里边最主要的神 就是拉 你看 拉米西斯二世 拉米西斯二世 三十四十五十六十 都有个拉 这个拉就是太阳神 阿蒙神 有很多阿蒙霍托普一十二十三十四 是阿蒙神 还有用普塔命名的 其实都是跟他们的信仰和崇拜有关系 大家看 我们今天主要是讲的九祖神 因为这个神话故事 跟我们一路所看的东西关系最壮大 也是在古埃及留下最多画面的这些神 那么首先是太阳神拉 就是个拉 他有一儿一女 那儿子就是树 就是封神 女儿呢 就是叫泰弗努特 泰弗努特呢 就是与神 封神与神 儿女结婚 我们知道神的系统一般也不是随便嫁给别人的 随便去 我们知道欧洲那些贵族部都是尽情结婚的 到最后就是长出丑八怪来 长出这个根本就是傻子 这个家族就完蛋了 或者生不下孩子这个家族就结束了 其实因为他们有神的血统 神的血统 实际上 埃及法老子经常是兄妹结婚的 他们的神的系统也是这样的 然后呢 他们俩又生出一儿一女 一个成为大地之神 盖部 一个成为天神 就是努特 你看 天神地神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后边我们再解释 然后呢 怎么样呢 他们俩又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是欧西里斯 欧西里斯 一个是塞特 那么这个是闽王神 相当于我们中国的阎王爷 主要是管阴间的事 那么这个是干旱之神 风暴之神 是比较常暴的 他把他杀了 然后呢 后来又被救活 干脆就留在地府里 管地府里的事 然后他们还有两个女儿 一个就是欧西斯 一个就是奈夫提斯 那么这两个人 都是死者守护神 欧西斯更有名 他也是生女之神 这就是九祝神 这九个神 倒是都可以看到 那么他们之间 到底有什么故事 故事非常多 说法也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今天主要的说 我们首先说 太阳神就是这个拉 拉 你看他长着一个 英坠的头部 头顶是一个太阳 这个手里拿的是权杖 这个手里拿的就是安卡 就是他们的生命之福 刚才我们一讲生命之福 这非常重要 法老死后 他们就把生命之福 给法老 延续他的生命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 就是有个阿蒙神 就是中王国时期 迁都在迪比斯 就是今天的拉克索 那这个地方神 阿蒙的地位就非常高了 他是长的是人的脸 拿的东西大致都一样 下面差不多都一样 但是他头上呢 是两个羽毛 并行的羽毛 那这个羽毛到底是 从哪来的羽毛呢 可能是雄鹰的羽毛啊 这个阿蒙神 阿蒙神 因为他后的地位非常高 所以我们说的卡纳克神庙 就是主要祭拜的就是他 就是也叫阿蒙神庙 那么他的地位很高 所以经常把他们那连接起来 就是阿蒙拉 连在一起 你看 看见了吗 浮雕里边这是谁 拉 这是谁 阿蒙 对不对 他们在一起 然后呢 你看那阿布森报神庙里边 就是拉姆斯斯尔世 修的神庙 你看 这就是拉姆斯斯尔世 就是你到那个神庙里边 你一直走走走 顶头 阳光正好照在那里 很神秘的 然后他旁边 这边坐的就是太阳神 这边就坐的是阿蒙神 一左一右的保护他 然后这边就是明神 就是帝王 就是阎王爷 就是 奥斯斯尔世 奥斯斯尔世 是阳光不轻易照的他 因为他是地府里的神 所以你看这个王权跟神权 这个关系非常密切 还有一个神 他叫凯布里神 凯布里神 你看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他的头部是这个东西 咱们不是说有个史克郎 什么 史克郎什么 带花 中国人最讨厌史克郎 对不对 可是这个史克郎 他有个学名叫做什么呢 他叫 奋金龟 也叫金龟子 他不是推着一个 圆球往前走吗 对不对 那就推着圆球走 我就让爱人想到了这个太阳神拉 推着这个太阳在空中运行 那不就是一样的吗 所以 这凯布里神就是早晨的太阳神 早晨的太阳神 所以他的面部就是个 就是我们中国人叫史克郎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什么呢 他们叫圣甲虫 圣人的圣 圣甲虫 你在好多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 博物馆看到这个 这其实就是太阳神的寓意 带着它是一种吉祥 所以爱人死后 把这个肚气眼上放一个这个东西 或者腋下放一个这个东西 放在这儿是不是说 心脏就不会停止跳动 他们非常相信这个东西 你在 这个孟菲斯 在这个 这个拉克索 你在很多地方看 阿纳克神殿都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博物馆就更多 好 所以它是太阳神的一个象征 还有 这个就是阿顿神 阿顿 这就是爱荷纳顿 就是阿门赫托普四世 他这个时候信仰一个神 他信仰一个神 就是太阳神 他的太阳神既不是这个拉 也不是阿门 他的太阳神没有人形 就是一个太阳 以及他的光芒 就是那个时候 就是一神崇拜 一神崇拜 这是历史上最早的一神崇拜 所以太阳神 这个时候又变成这样一个神 那么拉和阿蒙只有这个时候 消失不掉了 换了一个太阳神 这些呢 我们都可以看到 我们在埃及博物馆会看到 很多这种类似的画面 就是爱荷纳顿 也就是阿蒙霍特普四世 你看他来名字都改了 他本来是以阿蒙 放在前边的 他后来叫 埃和纳顿 他以这个神来名 那么我们再来说 风神书 雨神太夫努特 他们不是有两个孩子吗 他们有结成夫妇 一个大地神 一个天神 那为什么是有这样一个造型呢 大家看 这就是天神努特 爬在地上的就是什么 大地神 盖部 因为这熏闻俩 爱得死去活来 天地不分 所以这个 整个世界都乱了 所以这个 风神书 他就把 把谁啊 把这个天神 把他支撑起来 双手把他顶起来 这天地就分开了 天地就分开了 然后躺在地上呢 就是这个地神 大地之神 这个壁画呢 类似的壁画 我们也会看到 你看 看见了吗 天神努特 地神 大地之神 盖部 然后呢 风神呢 书 用双手 把这个天神 托起来 旁边 还有两个小神 把他扶起来 帮他支撑着这个天 天神 然后你看 这个也是 看见了吗 也是 对不对 上面都是日月星空 你看星星 因为他就是天神 对不对 你看这个天神 看见了吗 然后怎么样呢 天地万物 都是他的这个 他的支架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 太阳神 也可以从他口中进去 从他的那个 生殖器出来 然后呢 就怎么样呢 所以那个 木乃伊 那个棺材啊 那底下就是一个 他的像 像那样 战胜 等等 这神话都非常古老 非常古老 但是他在埃及 居然可以维持 那么几千年之久 因为他跟王权 紧紧的 绑在一起 那么 下面这几个神 就更重要了 更重要了 命王神 Osiris 还有这Isis 他们是夫妻 然后呢 这个 干汉之神 风暴之神 和死神守护神 这个男父弟子 他们是夫妻 也就是两个儿子 跟两个女儿 结为夫妻 分别结为夫妻 那么这里边 涉及的 就是埃及 在这个 古埃及 广闻人知 这一故事 就是 因为这个 Osiris 是一个 非常能干的人 他使万物丰收 他酿的酒 都非常好喝 所以呢 赛特就非常 嫉妒他的这个兄弟 嫉妒他的兄弟 他就想办法 去害他 就把他杀了 把他的尸体 分成13块 有时候15块 而且把他 分散在埃及 好多地方 就让人找不到 但是 这个Isis 居然把他找到了 而且帮他忙的 就是 就是他的妹妹 就是奈弗地斯 他们俩 帮他找到了 不但找到了 而且把他 这个 Osiris的尸体 交给这法老 让他们保留 然后 然后 还有Isis 又想办法 让他丈夫的尸体 复活 把他变成了 木乃伊 又让 然后呢 这个 拉 就是那太阳神拉 又让他们的 这个 又让他们俩的儿子 就Anubis 等会儿我们会看到 是哪个神 还没有出现 就是这个 他们俩的儿子 就是Anubis 就是这个样子 还记得吗 前面有个牧师里的壁画 都是他 然后又把他 变成木乃伊 让这个 就是Anubis 和智慧之神图特 他们两个人 把 冥王神 这个Osiris 变成木乃伊 就是木乃伊 这就是第一个木乃伊 那么这个 这个Osiris 后来就变成了什么呢 就是 阴间的这个 神 相当于 冥王神 冥王神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 我们回来这边再看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怎么样呢 在这个墓室里边 墓道里边 你看 这都是谁啊 Osiris 他的脸是绿的 你没发现 因为他是重生的 他是死后重生的 他脸是绿的 然后呢 他戴着帽子 你看 上下埃及的双王冠 他管地腹里的 也是双王冠 上下埃及都管的 然后呢 Isis和他的妹妹 站在他后边 因为他们俩 因为救了他 所以都变成 死者守护神 死者守护神 所以在很多牧师里边 这个姐妹人都是站在 Osiris的后边 都站在他后边 那么再看 你看 这个Isis更不得了 Isis啊 他不但影响了埃及 他甚至影响了整个希腊世界和罗马世界 他影响非常大 你看 这是他一个塑像 他保护的这个 就是谁啊 就是Osiris的穆乃伊 那么这个 他怀里抱的是谁 这个小孩 这个小baby 就是他的儿子 就是 赫鲁斯 赫鲁斯 是他们的英神 赫鲁斯是更有名的神 对不对 所以Isis 是赫鲁斯的妈妈 那么这个形象 甚至影响了基督教 圣母玛利亚 就从他这里来的 玛利亚怀里老抱的是谁啊 耶稣 我们刚刚从意大利回来 我们简单的 文艺复兴时代 画的最多的话 就是圣母玛利亚 抱着耶稣嘛 因为这是非常人性化的形象 但是他讲的是基督教的故事 所以 这个Isis的故事 对这个 西方世界影响非常大 非常大 你看这是什么 这次我们也去了蓬佩古城 这是蓬佩古城里发掘出来的 墙上的一幅壁画 这是谁 这就是尼罗河神的 象征画的尼罗河神 还记得吗 我们在罗马的那个 广场上 看到了一个什么 四河神的塑像 对不对 四河神 其实那些巴尔罗克的那些雕塑大师 他并不是随便画出来的 他是从这里边看到所谓和神的那人画形象 所以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呢 其实都是什么呢 复兴古希腊古罗 你看 这个就是一个和神的塑像 然后他的肩膀上是谁 就是伊西斯 就是伊西斯 那么大家看 再回到 这四个神这里 他们俩有一个儿子 就是法老的守护神 就是荷鲁斯 荷鲁斯 所以我们坐船呢 坐一夜以后 会去看一个英神殿和鳄鱼神殿 所以叫双神殿 两个神殿 那么其中一个就是英神 荷鲁斯 因为他是法老的保护神 所以他地位非常崇高 所以你看他帽子上戴着 红白双王冠 对不对 他的头部那个长相 其实跟太阳神拉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他地位非常崇高 然后呢 这两位呢 他们也有个儿子 叫阿努比斯 阿努比斯是什么呢 他不但是王者守护神 而且是仿佛之神 这也非常重要 因为埃及木乃伊 所以要掏心脏呀 这些活谁来干呢 就是他干 他非常重要 没他是不行的 所以他在牧室里 是常常出现的一幅画 你看 在上面这幅壁画里 你看这是法老 看到了吗 旁边这是谁 这是谁 这个是荷鲁斯 对 荷鲁斯 对 他就是英神 你看 这是谁 王神 奥西瑞斯 对不对 他们俩保护着他 你看对法老多好 法老死了以后 一点事都没有的 放心了 这是谁 这就是伊西斯 然后你再看 底下 有个法老 看见了吗 这是谁 荷鲁斯 这是谁 安努比斯 对 安努比斯 对不对 你看他们对他多好 一手抓 手抓手 然后另外一个手 拍下他筋吧 你放心吧 这我是乱说了 反正是没事 所以这个神权 几乎百分之百 不是几乎百分之百 完全是保护 王权 你看 阿努比斯干什么 这些穆乃仪嘛 阿努比斯做防腐处理嘛 所以他也非常重要 对不对 非常重要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人物 就是荷鲁斯的什么呢 他的太太 可是在爱与神话中有不同的说法 有的说法就认为哈索尔 哈索尔是谁啊 是拉的女儿 可是更多的说法是赫鲁斯的太太 那么他非常重要 就像那个罗马里边有个美神 罗马神话有个美神叫什么 哈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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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索尔是希腊 希腊神话叫哈索尔 哈索尔 哈索尔 对了 他就相当于这 他是爱神美神 风饶之神 音乐艺术之神 保护儿童和母亲之神 反正好事都让他干了 非常重要的神 所以他在这个 法董尔那里面前常常出现 常常出现 你看 多少啊 努比斯 看见了吗 牧师里 对不对 我们再去看哈索 有一个人特别喜欢哈索 就是罗马神尔是 就当了这个六七十年法老 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 就是拿夫塔利 拿夫塔利 对不对 因为他的王后特别漂亮 那么罗马神尔是 修了一个神殿 这就是阿布森佛神殿 阿布森佛神殿 一个是给他修的 一个是给他太太修的 就是给拿夫塔利修的 这是那个小一点的 那么这个神殿里的壁画 出现最多的是谁 当然是拿夫塔利 对不对 拿夫塔利 拿夫塔利旁边 老站着一个女人 就是哈索尔 因为哈索尔不但可以给他 怎么样 给他生命 还可以给他美 给他爱 对不对 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神 你看 这是拿夫塔利 中间站着 这就是里面墙上的壁画 你看哈索尔就在他的左右 你看 保护他 你看 哈索尔把这个生命之福给了他 让他生命永远延续 哈索尔带着他 手牵着他的手 这个时候拿着拳杖 哈索尔拍着他的肩膀 给他说悄悄话一样的 对不对 你看 实际上这个神殿 也可以说是献给了 他的宠爱的这个 王后拿夫塔利 还有这个爱神美神哈索尔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图特摩斯四世 是霸王朝图特摩斯四世 墓中的壁画 你一看 这些都是图特摩斯 你看这是一个人 是不是 他已经死了 对不对 那么众神都去迎接他 这是谁 这是冥王神 冥王神 奥斯瑞斯 对不对 这个手里拿着拳杖 拳杖上还有一个生命之福给他 这是谁 这是做穆来伊 做穆来伊 阿努比斯 对不对 奥比斯也把生命之福给他 还要给他做防腐处理 对不对 这是谁 阿姨 这个是伊斯斯 他头顶有时候也带个太阳 这是谁 哈索尔 哈索尔他一点不担心嘛 所以进去以后 这些神都迎接他 都把他安排得妥妥妥妥的 是不是文化不一样 我们中国的秦皇汉武死了 那么要么活着就是求仙 拼命的求仙 要么做第二手准备 死后在地人间地底下享受 对不对 规模都修得很大 埃及法老也做了各种准备了 但是最主要的 有神来保护他 中国人没有那么虔诚的那种神的信仰 中国古文明是人类古文明中 唯一没有祭祀阶级的古文明 中国人就是相信天意 天让你做国王 你是国王 让你做皇帝 就是皇帝 你不合乎天意 我就把你推翻干掉 所以天常常是个傀儡 所以没有真正的是什么神的 所以中国古代的神话里的神 都变成文学作品了 你看 女娃补天 英卫填海 卦富逐日 是不是 这些都跟这个王权没有一点关系 没有一点关系 所以中国商朝虽然有祭祀 但是没有一个阶级 这么庞大 像印度的婆罗门 它就祭祀阶级 像这个埃及的这些神庙里的 这些祭祀 它是一个阶级 很多人做这些事情 然后大家再看 这是一个叫互尼佛 这个人死后 他埋葬了 这不是佛老 他是这个 就是这个 Rameses二世 他的父亲 塞提一世 塞提一世旁边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谋士这种 这么一个人物 他死后 你看 他就到了这个怎么样 他走过长城的这个 闽间 闽间 然后你看这些人 你认识吗 这是谁 阿努比斯 对不对 这是谁 阿努比斯 对不对 这个可能不认识 这是谁 你可能还不认识 这是智慧之神 图特 然后呢 这是谁 还记得吗 荷鲁斯 阴神 荷鲁斯 只是这时候没带红白说话 哎 就不认识 有时候带 有时候不带了 然后这又是谁 Osiris 对不对 灵王神 旁边站的两个人是谁 姐妹两个 对不对 这个就是Isis和Nephtis 对不对 她姐妹两个都是死亡保护神 那么站在她的后面 那么这就是一个故事 所谓死亡书是什么 就是人死了以后啊 就是说有好多好多 这个绘画了 这个册子了 上面讲述好多魔咒 这个故事啊 就是让他怎么样 死而复活 这个东西很多 量很大 出土的也相当多 那么这Hunifor这个林木 出土的这一幅 特别有名 它就是神话中 一个完整的故事 就是说 这个Hunifor就是他 就是他 那么他死后也要接受 什么呢 审判 接受审判 那么这个Anubis 就牵着他走进来 然后呢 就称他的灵魂 这就是他的灵魂 看见了吗 这边就是个羽毛 这个有一个 阿玛神 他身上的羽毛 因为他是公平正义之神 所以他身上的羽毛 放在这里 就是蹭盘上来称 来称 然后如果 你这个灵魂呢 比这个羽毛重 那你就有罪 那么这个阿米特 这就是一个怪兽 阿米特 他长着鳄鱼谁的头 这个反正是 这个几部分 都是不同地方来 四孤像 中国人叫四孤像 他就在那等着呢 如果你做了坏事 你有罪 他马上就把灵魂 就吃下去了 你就完蛋了 然后呢 如果你的灵魂 比这个羽毛还轻 说不定你没问题 那这个是智慧之神 在那做记录了 他在那做记录 这是非常严格的审判 这是彭水员 这上面坐的是彭水员 手里都拿着什么呢 这当然也都是神 手里拿着都是什么呢 生命之福 然后呢 过了这些关以后 何鲁斯就可以把你 带到哪里去了呢 带到灵魂神那去了 那你就过关了 你就在灵魂府里 就登堂入室了 就可以了 没问题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 完整的神话故事 所有的神里面 我刚刚看你的话 只有灵魂神 或者是没有生命之福 没有生命之福 对对 手里拿的东西不一样 何鲁斯也拿着 你看 这也是社生命之福 也是社生命之福 所以 大家就会发现 这些神话故事 真的就是宗教 这些神 就是法老 就是王权 就是王权 所以我们最后 再略略谈一下 神话神权和王权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说 神话和宗教 在古安宜那里 几乎等同 中国的神话 它就不是宗教 它就不是宗教 毫无关系 印度的神话 它跟宗教的关系 非常的密切 但是并不是 神话里面都是神 那么 还有 好多国家的神话 比如说 希腊的神话 奥林匹克山上 有十二祖神 这十二祖神 不是周四的太太情人 就是他的私生子 一大堆 不是他的兄弟 都是他一家人 对不对 但是 因为希腊的 后来 被罗马人控占领了 后来在这个漫长演化过程中 这个希腊神话 慢慢更富有文学性 对不对 常在文学中的人物 虽然这个神 后来也的确是 有他们的神庙 但是到了基督教 新生的时代 这些神庙都被摧毁了 因为 就是不能有这些众神崇拜了 就全部都不存在 它就化为历史了 所以呢 在这里边我们看 只有古埃及 因为他 这些神跟法老是分不开的 这种关系 所以呢 他保留的非常久 他随着这个法罗统治的历史 一直长久下来 甚至来 连那个希腊化时代 连托罗密王朝 都得怎么样呢 也得追寻这个传统 也得追寻这个传统 而且呢 因为古埃及建筑保留的非常好 他就在那柱子上 在塔门上 在神殿里 在牧师里 牧道里 到处都有 所以 他更是完整地保留下来了 在这里神皇和宗教真的是一回事 神权和王权 也基本上是一回事 合而为一 这也是其他神皇中 其他民族 很少有的 那么还有 生前和死后 都是神皇 法老是不死的 你看 大家有没有发现 奥西瑞斯 奥农比斯 伊斯斯 伊斯斯伊斯斯斯 迷迷 尼弗蒂斯 这些人呢 为什么那么重要 他们其实就是在 民府里保护这些法老啊 所以他们地位很重要很重要 和鲁斯 他也是法老保护神 他因此特别重要 所以在这里边 我们也可以想到 这样一个问题 他这些东西看起来很简单 可正因为他很简单 他是那样跟王权 牢不可破的绑在一起 所以 这也是 就是埃及古文明历史 为什么那么长久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要知道 两河流域的文明 虽然非常古老 甚至更古老 可是两河流域历史上 打来打去打来打去 他主人不断地在改变 甚至是大的人种的改变 就燕鸥人种 或者三米特人种 三米特 这两大人种 他换了好多个王国 换了不同的民族去统治 他是这样一种情形 所以他的神也在发生转换 而且好多都是完全是自然神 那么在这里边你会发现 只有埃及 他的那种地理环境 他就是一直处在一个 比较封闭的状态 就我们一开始讲到的 旁边是沙漠地中海 或者是大瀑布或者怎么样 他是在这种状态 他王权一直顽固地保留下来 所以神话也跟着他 就这么保留下来 所以这个王权和神权 合而为一 到这种程度 是别的古文明中不存在的 没有那么厉害 那么圣前和死后 同书神话 那是更是跟古埃及文明分不开 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 这个埃及古文明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 至于是其他方面呢 我们在路上啊 我们看到那些东西在慢慢展开 总之啊 我想说啊 就是说 越是古老的文明 它以前就像大海中的孤岛一样 它彼此没有联系 因为没有联系 所以它有独立的系统 它不受外来的影响 所以它越发的独特 那后来它的 后来的文明就是 周边国家都很容易受它影响 比如中国影响了东亚 印度影响了东南亚 罗马文明影响了中欧西欧 甚至英国那边都欧洲受了罗马文明 希腊文明的影响 一定是这样的 可是埃及呢 你会发现 它对周边影响不是那么很大 原因在哪里 因为宁罗河边呢 常常一流就是它 而且它很早就衰亡了 外来的文明早就控制了它 所以它的神虽然很多 到处都有 而且现在还很鲜明的在墙上 但是它对外来的人影响很小 它是在自身的那种文明的系统之内 这个也是很不一样的 那么人类社会后来 那至于说我们到古希腊 古罗马的时代 特别甚至到穆斯林时代 都是相互影响 因为这个时候 欧亚大陆 在公元一世纪已经连维一片了 文明就像说的这样 穿梭来穿梭去 大家都是相互影响 到了大航海时代 更是这样的了 全世界都连维一片了 到了我们今天呢 更是分不开了 我们今天打开电脑呢 什么都有 所以在这边我们说 埃及就是独特的文明 我们到那里就看的 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明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谢谢 谢谢大家